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那架被困在鄭州火車北站地下隧道的5號線地鐵被淹淨前 我的朋友也剛剛從5號線西邊的一個站口出來 他是資深記者 久經陣仗 也熟知黨國官員從中央到地方各種亂搞的套路 大災難臨近之前 平日裡危機意識爆棚的他亦魂言不知 和死神拆煙而過 只是因為他早了幾分鐘上了另一輛地鐵 就好像那句老說話說 生要計劃 死要隨機 他也只是隨機僥倖 不知道下一次意外何時降臨 與此同時 另一位女記者就被困在那一輛開往死亡的地鐵裡 絕望的他在哭 說自己還有兩個年幼的孩子 儘管他自稱認識收地鐵的人 但至今為止他的生死沒有人得知 而儘管黨國嚴禁傳播相關的消息 更嚴禁洩密 但來自鄭州防信指揮部的電報 終於洩露了內情 就是常莊水庫 早在20日上午就已經開始洩洪 指揮部要求下游緊急組織人員撤離 但這裏內部的電報變成為公開的通報 大約在10多小時後 這時距離水淹浸地鐵已經過了大約7小時 至於死亡數字就別猜了 一年多了武漢新冠肺炎死了多少人 32年過去 天安門廣場和長安街到底死了多少人 60多年過去 三年大饑荒死了多少人 這次官方說12人死亡 5人受傷送丸 但今日官媒的正能量報導又聲稱 鄭州人民醫院的醫生于日飛剛逃出地鐵 又返回到現場 跪在地上做了6小時的心肺復甦 一共救助了十幾個人 最美 下次請先對好切口 當然 排除一些良心未敏的宣傳單位的人士 故意追他們領導的尾 令他們的腦大出醜 很多人都在心底追問 為何呢 23日一個憤怒的地鐵職工說出了實情 分別是氣象部門 多次紅色預警後 帶營運單位的領導怕擔責 不敢拍板停運 從水進入地鐵 到最後淹沒車頂 現場領導猶豫 不敢決策 明知有危險 但當直調道員在月台不敢扣車 放行讓列車載滿乘客直奔死亡 當直司機不敢開車門疏散乘客 直到最後很多人被淹死和焗死 每個人都怕成為替罪羊 規規矩矩不敢越雷池一步 但現在可以確定的是 他們都將會成為體罪羊 有人說 如果地鐵停運 如果調到緊急煞車 如果司機強行進入到月台附近並疏散旅客 等等的如果 但我認為這些如果是多餘而有矯情 早在2019年 日本學者松田康博 早就解釋了這個後果 在習近平政權的高壓下 各行各業各層級的人 都不敢說真話 不到最後的惡果出現 每個層級的決策者都會認為自己絕對光榮正確 最差的後果出現 決策者為了面子也絕對不會認錯 錯誤都是人家的 我永遠光榮正確 其實這就是黨的邏輯 因此 這趟死亡列車 至少從習近平的2012年 就已經定好了時刻表 沒有撞到殺車 在中共的體系裡 習近平不是首創者 他也只是按照毛澤東的護路畫自己的票 在毛澤東之前 無論是秦始皇 還是清末的慈禧魯佛爺 伊拉克的薩達姆 利比亞的卡薩菲 和朝鮮的金家三伴 以及第三帝國的希特勒 都是同一路貨式 套路很老舊 但如果人人為為樂樂 個個就是一個回圈的死結 以上是火山的評論 歡迎收聽自由亞洲電台 我是情文 中共之前大概到了西班牧場再次視更囉 疫情結束後 así 回走 中共在 Wonderstegr respondents位於 1944年 arina婆 Calling Male的 中國所事故事次呢 站起來